2024年是甲成年 也就是慕容年 甲在紫微斗數裡面 代表連真心、破均心、舞曲心、太陽心 四顆星星會受影響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講一下 2024年的運勢介紹啦 歡迎來到命運設計系 在2024年運勢開始之前 我們要來回顧一下 簡老師在2023年的運勢上面 說了哪些東西 然後會發生了什麼 首先第一個 一定是大家最最最最有感覺的 就是MeToo事件對吧 我們一直在講2023年是鬼卯年 是這個貪婪化劑 貪婪化劑意味著會有桃花劫 而這個劫難呢 相信大家在2023年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有感覺啦 畢竟各種新聞都爆發了嘛 那再往下呢 我們也講到說破均心會化露 代表說有一些科技上 材料上面的突破 而這些突破上面呢 的確我們也看到 雖然被證明說 好像並不是真正的超導體 但是至少在研究上面 有突破的一個狀況 而這個消逝呢 其實跟AI浪潮一樣 很快就下去 這個原因是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走到了這個下緣九孕 也就是離孕的時候 基本上20年來都會是這個情況啦 我們看到所有的東西呢 都會瞬間紅瞬間消失 沉積一陣子重新累積 後來可能又再一波 所以比較不會像以前一樣喔 一個東西紅了以後 就紅好久好久 那我們來講這個 聚盟化權的部分呢 代表的是溝通的這個管制 或者是說言論的管制 和言論的衝突 那其實我們可以在之前一個節目 叫全明星辯論會 引發了一些爭議嘛 一些討論 那聚盟化權 其實就是跟這個辯論是 比較有關係的 再下來是太英化科 代表說女性出頭 這個當然meToo事件裡面 也包含了這件事 除此之外 我們之前也有預測 叫這個水災的部分 老師我在 蜜蜜蜜蜜節目上有講過 可能要注意水災啊 地震的問題 而水災這件事也的確在大陸 非常非常嚴重 對吧 大家都有看到這個現況 所以這幾個就是我們 天運對整個什麼 全球的影響 至於說桃花節 除了台灣的meToo以外 其實我們之前有講過 不管是西北跟東南區域的 政治人物發生問題 所以同理的邏輯 我們可以看到加拿大 甚至看到這個東南方 或者是東南亞一些地區 都有發生桃花節的一個問題 再往下來 還有我們說到什麼 就是五運六氣圖裡面講到的 關於火運不及 所以是這個潤霜春年的時候 會特別冷又特別熱 大家也在講農曆七月的時候 要很注意 因為會特別的危險 都是因為跟這個潤霜春年 是比較有關的 因為氣候很極端 相信大家有感受到了 非常的熱 非常的冷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走完 我們的這個鬼卯年 那鬼卯年裡面 我們知道天干如果是鬼的時候 它發生的時間點 最後引動必然有鬼月的時候 什麼是鬼月 鬼月就是在甲乙丙丁霧景更新人鬼裡面的 這個大概年底冬天的時候 所以冬天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感覺到 整個劇烈的變化 包含說貪婪化劑 就是我們的桃花節 會一路持續到年底 都是屬於不斷不斷的爆發的 所以這個是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回顧完了2023年 到底準了哪些事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 這個2024年的流年運勢 甲連破五陽呢 分別是連真心化錄 破君心化拳 五曲心化科 太陽心化劑 連真心代表的是這個第一個 跟血液有關的東西 第二個連真心代表是外交觀 就是屬於這個表面的 第三連真心也代表精神性的 我們知道連結嘛 癥結 對吧 這種東西講的都是精神性的東西 所以連真心化錄的時候呢 這幾個方向就會非常好 第一個是外交上面 各國的外交會有很大的進展 會有新的合作 所以在全世界我們都看到 新的這個外交合作 跟可能性的前進都會發生 新的一個國與國 全世界的關係 和各種組織性的關係 都會開始改變 這是連真心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講過就是血的部分 連真心跟血液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就是 如果你做的生意跟血液有關 我們當然簡單講 台灣最常做什麼豬血糕對不對 然後這個各種鴨血湯 那同樣的邏輯 我們到人類的血液也是一樣 如果你做的是血液檢測 我們的DNA的遺傳等等的東西 有可能在2024年的時候 這個產業都會有一個進步 那血包含你的血源 所以我們知道所有的家族企業 會被大家重新來檢視 以家庭為單位出發 以血源為單位出發的生意呢 都會有所發展 有所進步 那連真心也代表一些法律的規則 因為法律是一種條文 跟表面上的適度 會有新的保障 或新的可能性會出現 那再往下呢 我們可以來看是 連真心也代表木頭 因為木頭也是表面很平滑 裡面很亂 所以一般我們會把連真心 延展到建築業 所以建築業呢 在整個的2024年 會有新的發展 所以有可能是新的建材的發表 或者是說新的建築模式 現代流行環保 所以有可能是綠建築 會有一個很大的發展 跟很大的不同 這個都是連真心 那再來就是連真心本身代表的 就是柏拉圖式的愛情 因為它是一個次桃花星 本身是代表這種精神性的 曖昧的東西 精神的東西 在腦海中的東西 都會越來越紅 越來越火 反而我們來看2024年 大家比較期待的新聞是什麼 就是關於蘋果的VR眼鏡 VR也是屬於什麼 就是看得到摸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它是精神性的滿足 不是肉體性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知道 這種AR、VR產業的發展 也很有可能在2024年進行成長 所以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幾個產業是非常不錯的 可能剛剛的產業 大家一聽說 老師你講的都好難 這個建築業 對不對 這個什麼材料行業 這個VR都離我們很遠 有沒有一點名聲類的 其實連真裡面 最接近大家的就是化妝品 因為化妝品就是一個表面 我們把臉蓋上對不對 化妝品、醫美、保養行業 都會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它都代表著一種表面上的良好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服飾業也算是一種 但是更多服飾業討論的是 這個面料 就這個服飾業 它本身代表的是滑服 這個外面看起來的精神性的 品牌性的 都會有一個大家去討論的空間 所以這些產業自然也會 有滿好的一個發展 因為它都是一種表面良好的一種發展 接下來講的是破均化權 我們知道今年就是 鬼卯年是破均化路 然後到甲成年破均化權 一開始我們創新是比較發散的 所有各種全新的創新比較發散 化權的意思就意味著 我們會集中 所有東西 所有創新 所有的方向 都會達到一個更強的能量 被投注在一個集中點上 所以我們今年看到 不管是AI的東西 不管是所有的超導體等等的東西 都會被管制 管制以後就會造成大量的投入 所以我們會看到 我們在環保跟創新的發展 因為破均也代表環保 都會有新的管制出現 所以今年環保發大財 這個議題大家都有看到 因為很多政治議題在炒作 同樣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在2024年就會看到 環保被管制這件事 不再是可以漫無目的地做了 它會被高度的管制 高度的關注 當然它也會得到高度的投入 所以我們可以期許在假成年 也就是2024年 我們迎接到一些突破性 所有現況焦灼的事物 在2024年都會取得巨大的突破 原因是因為大家會用力的去突破它 但這個突破因為太過用力 所以可能會帶來一些傷害 或帶來一些迫害的問題 所以在衝突跟戰爭的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應該是會轉去更加激烈 今年可能是各地開花 各地在有不同的零先的戰爭 但是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將會迎來比較大的衝突 所以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 除了我們講外交的一個狀態的改變 同樣的邏輯 在戰爭的狀態裡面 也會非常激烈的迎接很大的衝突 是因為他們所有人都想要突破現況 這就是破均化權的一個表現 那破均性本身也屬水 那今年已經有點淹水的狀態 但是在2024年的時候 更要注意容易有超大水的問題 因為破均的水是很大的 而且是集中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注意說 會不會有一些再生的東西 或是說大型的水計畫裡面出了問題 所以導致這個水的方向 被集中在一個區域裡面 造成了一個破壞和衝擊 所以2024年也要非常注意這一件事 是因為破均性屬水的一個緣故 再來破均性本身也代表的是運動 破均性化權也代表運動會不會高度 新的管制跟高度的重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台灣的幾個籃球聯盟 或者是全世界一些關於運動的制度 或是說在這個新的奧運 我們知道2024年又要打奧運了嘛 所以我們又可以發現 這是一個全新的內容對吧 那有趣的是喔 你看我們講破均代表破壞 其實奧運的時候會怎麼樣 會比街舞對不對 這件奧運會比街舞 街舞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B-boy可能會被重視 因為B-boy是breaking breaking 本身就有破壞的意思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B-boy 所以肯定是被高度的關注 所以你看這個玄學是非常有趣的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啊 這個運動的部分 都會有高度能量的集中 當然也有可能是大家談到的 一些聯盟的合併 那權都代表集中的意思 然後當然我們也看到 既然是叫破均性化權 同樣我們可以看到幾種人在政界 可能會有機會有發展 第一個是創業家 2024年 因為破均性本來就代表創業家 創業家得權利 第二個是運動員 運動員得權利 第三個就是環保相關的環保人士 得到權利 這三種東西 能夠擁有權利的一個表現 而破均性呢 基本上在商業層面 也代表著通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不管是電商的通路平台 不管是現實的通路平台 都會有新的管制 然後這個管制 也讓他們得到更大的話語權跟權力 所以通路的集中也會發生 這就是破均性的特色 但是呢破均性化權 權代表是雙 所以大部分的事物都會剩下兩個 或是二四六八十 因此我們可以覺得破均性 帶來的改變 2024年是非常刺激的 就這樣 那包含說這個權利的巨大變革 也是在裡面 因為化權得到破均了 破均代表的是變革 所以是破壞與再造 所以這個選上的這個人呢 也很有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是權利的一個更迭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這個 五曲化科 五曲新本身代表的金融也代表的錢 化科代表的是出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幾個事件 跟金融有關的人會非常容易出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會有更多的金融相關的新聞 金融系統裡面新的一個變革 甚至是金融系統裡面出的一些巨大的問題 都在這時候被曝光 所以是財漏白 所以裡面我們還會往下到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有很多人他的資產會被公佈 大家會發現原來他賺了這麼多錢 那五曲化科之後 同樣財漏白就會怎麼樣 被人搶 所以我們在假成年的時候 一定有機會看到什麼 被搶劫 因為錢而產生的衝突 被人家綁架 甚至是可能是被騙 原因是他太有錢被發現的時候 產生了各種延伸的問題 所以這種財漏白的問題 在2024年都會變得比較嚴重 好 那第二個部分 是五曲性的代表金屬跟鋼鐵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種金屬跟鋼鐵的研發 或是新種類的材料的出名 也會更多 原因是因為他代表的是 金屬的一個變化 同樣全世界也會出現 相對應跟金融有關的 或者是跟材料 這種金屬有關的天才 因為化科興就代表是天才的出現 當然得獎也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世界上很多的獎項的新聞 都會跟金融 或是跟新的材料的東西 會產生獎項 出名的人會大做新聞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再往下 五曲心本身其實就帶有一個五字 所以就也是跟武器有關 所以新的武器 和新的武力型態的東西 也會更加的被關注 和更加的出名 都是五曲心化科帶來的一個狀態 這個五曲心本身 其實代表是強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強硬可能會成為 在2024年的一個看到的主軸 不再是柔軟 而是強硬和堅持的形象 導致出名的新聞會越來越多 因為不改變而出名 這件事情在假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再看見 那我們要看的是 最後一個比較嚴重的 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太陽星化季 第一個是太陽本身就組男性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2024絕對不會是一個 男人順利的一年 所以所有的男性 2024年都要很小心 2024年做任何的合作 盡可能的避開男性 這是一個關鍵 就是跟男性有關的問題 會特別容易讓大家煩惱 第二個點是 太陽星也代表國外 所以2024年的時候 將會在全世界 與外國打交道 與遠方的地方打交道的時候 會造成很多的困難跟困境 而這種困難跟痛苦 會讓你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雖然我們現在 疫情已經復甦了 大家開始出國 可是出國造成的 各種延伸問題 才剛要開始 所以跟國外有關的 做國外貿易 在外商上班等等 在2024年的時候 會格外的痛苦 和格外的不順利 然後再下一個是能源 所以首當其衝 第一個已經是 太陽能的問題被大家放大 大家可能開始覺得 太陽能這東西不OK 再來是 太陽代表著其他能源 包含火 包含說汽油 所有的地方都會開始發生 可能的能源危機 包含台灣的缺電 或是說全世界的電力的討論 都會出狀況 而這時候可能很需要 全新的能源 所以電的東西 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新聞 大家一定可以看到 和能源上面的困境 也會在假年的時候 被放大許多 太陽星同時代表的是視覺 化境的年份 我們會看到更多視覺的疾病 視覺的手術 甚至是視覺行業有巨大的變化 而攝影很有可能很大的發展 原因是因為攝影跟視覺 都屬於沒有光 太陽化際代表就是沒有光 所以沒有光的行業 會被大家關注 而且同時間 它可能取得很大的投入 所以大家開始去做這個關於沒有光的行業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聲量 然後心血管的疾病 因為太陽代表頭部 頭相關的疾病 所以我們知道腦部的問題 中風的問題 心血管的問題都會出事 尤其是名人 因為太陽星代表出名 太陽化際代表名聲出問題 我們可以在2024年看到 很大的品牌可能會崩盤 名聲出現巨大的困境 太陽代表男聲 所以父權體系會整個瓦解 在假餐廳的時候 他們會遇到極大的挑戰 那名人出事是絕對會的 會有非常多人 他們的名譽會受損 而太陽星代表的是貴氣 所以可能不是一般這種表演 因為表演的人在古代的時候是戲子 他沒有那麼受重視 反而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比較尊貴的 例如說非常有名的明星 大咖的這種人 他們的名聲開始毀滅 不一定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名人 也可能是古代的名人 他們被翻案了 各種的形式裡面的 他們的這個名字 這個被翻出來 然後可能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就會有一些顛覆的一個狀況 那太陽性化劑的時候 其實在某些特殊的現象裡面 它代表太陽沒有光 太陽沒有光本身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奇蹟的出現 這件事本來感覺沒救了 忽然間 哇整個都不一樣了 或是說我們原本看到的事情 應該都是A狀態 就忽然變成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形式 跌破所有人的眼鏡 這就是假年的一個特徵 那本質上來說假年其實在這個十個天竿裡面 就有開始的意味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講過這個2023年是鬼年 代表的是十天竿的終結 今天我們在2024年就是迎來一個全新的開始 是天運的全新開始不是地運的 那天運的全新開始就是全世界將要面臨一個全新的前進 2023年只是一個開頭的鋪墊 2024年我們將正式的面臨到 我們人類的一個新的十年的一個發展 所以面對很多各式各樣的事情 產生這些變化都不用太過焦慮 因為本質來說就是改變在改變 所以在2024年我們也可以期待 我們人類的總體會有一些全新的變化 老師我講了這麼多年的運勢之後 其實我有點小心得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講到的這幾個畫路畫泉畫科 感覺是極力的東西 其實在流月的時候 在月份發生的時候 都會跟這個畫季結合在一起 變成有可能的災難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揉在一起會變什麼呢 連真加上太陽畫季這件事情合在一起 代表的就是皮膚出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男性皮膚出問題 所以要注意的是 可能有一些男明星他臉部會有受傷 或者是連真有主血或火 要小心一些火或血的問題 第二個是連真心代表外交 太陽星代表是這個男性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些男性外交官 可能產生一些新的狀況跟新的問題 然後連真心也代表樹木 太陽星畫季代表陽光不夠 所以我們可能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地方他們的植物和樹木的發展 因為陽光不夠充足或是溫度的變化 導致說他的這個生長出狀況 或是這個木頭狀況出問題 或是國外的木頭運不進來 木頭不夠導致建築行業出問題 這個是我們可以合在一起去看到和討論 好那我們講到破均化權 破均星加太陽星的結構裡面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權力 他的名聲崩毀 因為破均星畫權叫新權力 新權力的男性名聲出問題 或者是男運動員的名聲出問題 或者是我們看到新的材料 發明了一些新的能源 這些能源出狀況 或是說他不需要太陽 他是晚上的一些能源 他開始創新和發生 這是破均星跟太陽星畫機合在一起 第三個是舞曲畫科跟太陽畫劑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顛倒時差的地方 他的金融出狀況連累到你 而這個情況已經隱藏很久了 但沒想到現在發生了 然後國外金屬的一個困境 就國外的能源跟國外的材料進不來 或是出現了一個困難 導致他出狀況 好 國外的軍事困境 因為太陽星跟五選星代表的是武器 國外的武器或一些男性的軍人 他們出了一些問題 導致非常出名 這個都是幾個揉在一起的結果 以上就是我們在幾個不同的流月 我們都會要注意要發生的 至於說他大概是幾月的時候出現這件事情 等後面的影片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再來細講 現在先給大家一個 比較大方向的發展 五運六氣土裡面呢 它代表的是土運太過 所以代表說土太強 我們可以在2023年的時候看到這個火運不急的時候發生的情況 就是冬天超級冷 然後夏天超級熱 對吧 就是氣溫的一個失調 簡單講火失控嘛 那我們可以理解2024年的時候面臨到的東西就是土失控 第一個是換季的時候會有各種問題 所以每一次換季大家健康上都要非常非常注意 和運勢上非常注意 那土太過的時候 土代表腸胃 所以代表所有人都很容易有破財的問題 其實土太過也對 你想就是像五曲化科 錢太露出了 所以被搶了 不賺沒事賺得出事 所以土太過導致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土太過 那土太過也代表土的真身太多 所以長東西 所以連真本身就有癌症的問題 所以連真心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跟太陽星有關的是 我們講到腸胃上面的癌症 跟心臟上面的問題 跟血方面的癌症會變得很多 而土運太過也代表一樣 就真身的太多 所以各種腫瘤在假年的時候會變得很多 這個要比較注意 好 那土運太過的時候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講就是要卸 就是要用白色金色銀色的方式去卸掉這個土 所以各種的珠寶 玉 各種金屬 都會成為一個主軸 能幫助你把這個土卸掉 讓你不至於第一個 柴肉白變強 第二個身體健康上面 可以更多的平衡 所以我們要去注意這件事 腸胃病的困境變多的時候 而土太過也會壓到水 所以會影響到腎 所以我們更多要什麼 金去這個東西 就土去生金 金去生水 所以金屬變得格外格外的重要 所以大家盡量在整體運勢上 如果不細看每個人的八字 就經常穿白色 帶金屬的東西和金屬的配件 或是珠寶等等來做一個化解 這是比較好的 那一般來說 我們建議大家 鋼鐵當然是珠寶 但我們就軟金屬的影響可能比較小 所以珠寶金銀可能好一點 你要帶鐵當然也可以 或鋼當然也是一個方向 只是說在我們整個效果來講 我們認為一個整體的運勢來講 要往金屬多一點會更好一點 那前面就是我們大概的一個方向 但是每一個人的運勢都有所不同 而也很多人敲完 所以老師我們今年很早 你看我們現在大概才剛過完這個年終 我們就推出了 在第三季左右 我們就推出我們2024年的流年運勢報告 在淘淘喜上 想要提早知道自己2024年的運勢怎麼樣 有更細的一個布局 歡迎到淘淘喜上 看我們2024年運勢報告啦 希望大家都能夠提早規劃 迎接全新的改變 畢竟2024年是變化很大一年 謝謝大家 這裡是命運設計系 我是你們系主任簡少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大小小小小小小 但我們下一個場地 我們下一個場地 我應該謝謝大家 會也請大家 請你們 感谢观看